在财经再这么混下去 一定没前途 你动过了 是晓菱提醒了我 她说我退休之后 应该是一个满头银发 风度翩翩的意外服务 想什么呢 免费看书一百年 七猫免费小说 七猫带您进入正片内容 我在捋你说的这话 不用捋 我已经深刻的反省了我自己 我跟她这些半年里面 吃饭喝酒 滑拳聊天 为什么没有半点实质性的进展呢 她还当着我的面 四处相亲找男朋友 为什么呢 因为她不喜欢你吗 不是 因为我的进攻手段错了 明明是一个战略目标 我却使用了战术导弹 那肯定一点效果都没有啊 我应该换战略导弹 你说什么呢 你能不能说点我能听懂的话 顾晓菱 就是喜欢有肉有蛋的哈尼尼 可我却只能给她一根油条 所以呢 一言以蔽之 我不能再拿真情换真心 我得要一夜暴富 我得要一夜暴富 我有小叶同学 连九九惩罚表都不知道 自从干上自媒体 两个月 暴菌换饱满 暴菌换饱 你不想辞职去看自媒体啊 你不是熟吗 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好呀 要不然这样 你先别着急辞职 你等我缓缓我 我回头再跟你聊 好 兄弟 好 兄弟 思雨怎么样 思雨 她应该继续创业呢吧 还惦记着呢 要不然我让晓菱 帮你问问 我就随口的秘书 你这么好的位置 一个月才挣七八千 太亏了 如果加盟来点了 我保证 你第一年纯礼十五万 第二年三十万 你这么好的位置 一个月才挣七八千 我提供品牌 培训 技术和推广 租金利润我们五五分成 安装费用我补贴给你 每发展一个新会员 我再补贴你两百元 那我过来给你签合同 你上啊 你一个肉往后边缩着干吗呀 对面残血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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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 赵云 赵云 先打他 先打他 我 我 看我 看我 看我牵我来了 你现在 上吧 上吧 上 上 上 你怎么了 你不看我位置啊 关小棠 关小棠 我打游戏呢 电话 李总的 别去报我啊 我不有意坑你们的 喂 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不拉屎吗 你给我听好了 我刚谈了几个加盟商 资料已经发你邮箱了 明天早上六点之前 必须把对方的图标 和调整页面 放到我们内测页面上 何故要看 嗯 你给我上点心 不能耽误 不能出错 知道了啊 我问了一圈 总经办呢 不招人 研发部测试部啊 你肯定不行 策划部呢 潘总已经嫌他们部门 人服于事 需要精简 那就更不可能招人了 至于库板部 他们的工资还没有行政部的高 你肯定不愿意去 那其他部门呢 譬如财务部 财务部必须要求有会计商量阵 那发展部呢 你的经验和资历都不支持 我觉得你还是在行政部 比较现实 这是我女儿幼儿园的缴费单 一个季度九千 这周 是缴费的最后期限 这是我老公的住院单据 社保之外 自己还要多担负一万多 以前存的钱 已经全部都花光了 我如果还靠现在这点工资 实在是撑不下去了 行 我再帮你问问 谢谢胡总 李总 谢谢啊 李总 晓梁 晓梁 好 压力测试过了没有 报告李总 第一次压力测试已经顺利通过了 明天开始第二次压力测试 好 老刘 网络推广方案 店子本发现邮箱了 好 晓梁 李总 内容布局修改了没有 已经选好了 你打开那次网站就可以看到了 好 周晓梁 最新增加那个极加蒙伤 关了头换进去没有 我没看到啊 关上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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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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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的东西呢 呃 呃 我 我想 昨天熬夜坐来着我 都没回家我 然后呢 然后我说我画画脑子吧 我就打了两把游戏 然后呢 然后我打游戏我打得我有点困 我说我睡一觉 起来我就弄了 然后呢 我就给你弄醒了 你 你别急啊 我今天中午十二点之前 我一定给你 你别着急啊 给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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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糊涂了 为什么啊 笑话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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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我 我 我不是